明年度軍公教員工的待遇 我們會調升百分之三 海版軍公教加薪3% 行政院長卓榮泰海化企業跟進 隨著物價上漲房價不跌 即將投入職場的大學生也很憂慮 未來的目標是想要創始外商工作 物價越來越高 然後尤其我們這個世代競爭力也越來越大 現在這種薪資其實買房應該有點小困難 就會提高就是可能更多年前投入職場這樣子 然後可能把人才都留在台灣 回覆網友留言 架設網站30歲的Jenny從事社群媒體經營 越領基本薪資 想在台北生活實在不容易 每個月的薪水都得精打細算 就是在交通費跟持住 那休閒的部分就會偏比較少這樣子 就是能存多少算 房價高的話那薪資希望也是能再高一些 賴政府鼓勵企業加薪 軍公教條幅也作為資方指標 台塞集團預計調薪3%跟進 每月火石津貼增加600元 可能在7月開始實施 台坡集團董事長林伯峰也表態 約調薪3%最快明年開始 而公股銀行大手筆加薪 華南金預估調薪7.3% 第一金調薪6.8到6.9% 民營的則以聯邦銀行最高 將調薪7.5% 本身每年就都有固定調薪了啦 當然這對一般老百姓來講一定是好事 促進經濟的消費 不少科技業年年加薪 政府帶頭鼓勵各產業跟進 立法院12號也三讀通過 中小企業幫員工加薪 享有抵稅優惠 技術方案仍得看資方願不願意 三重環境結果我們今天太報道了